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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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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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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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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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有点紧张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小龙导演 作为这个享誉海内外的导演 您觉得我们要班的这个 年度演员 什么样的演员才能称得上 您心目中的年度演员呢 我觉得 是由于他的 他的出演 使他出演的这个片子 在 本年度内 在广大观众的心目当中 产生重大的影响 让大家 都记住了这部片子 这个演员可能 就是年度演员 其实现在做了很多年度演员 都当过的 佳音也是年度演员吧 胡歌也是年度演员吧 啊 我看了很多 都是年度演员 我不点名了 一会儿不知道谁来啊 希望你们都能当年度演员 好啊 谢谢导演 那 呃 获得 就换了几个 让我们掌声恭喜沈腾 恭喜沈腾 请沈腾上台临去荣誉 有请沈腾 他是中国喜剧电影的门面担当 是票房超过三百亿的观众 至爱之选 在观众心目中 韩腾亮已成为 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指标 2023开年 一首满江红传遍大江南北 沈腾凭借炉火纯青的演技 游刃有余地驾驭了这个喜剧外壳之下的悲壮角色 再创中国迎庭经典 幽默是天生 演技是实力 魅力成绩 他就是年度演员 星光荣誉会员 我们本次呢也特别定制了V8 Starlight 星光荣誉会员 送给今晚所有的荣誉获得者 可不仅包含了我们最尊贵的V8等级权益 超级影视SVIP 还有我们站内的V8 Starlight 专属的定制标识 也代表了腾讯视频 对优秀内容创作者们的珍视 接下来有请我们沈叔叔 分享一下现在此刻的心情 感谢腾讯视频 对我的政客 给我的这份殊荣 从此以后 我的奖杯的柜子里 再不仅仅是关于 台球和乒乓球的荣誉了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蔡斯 恭喜腾哥 说句实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 腾哥也看到 咱们今天这个舞台 是一个梯台的设计 对吧 然后搭配上腾哥今天整身的 这个装造 就感觉 时尚界的韩腾亮 要蹭蹭往上涨了 有没有考虑过 未来深耕一下 时尚领域 没有 刚才我坐在那儿 后面任苏熙熙跟我说 哎 腾哥 我看你有点像女巫 哈哈 我这个也特殊原因啊 完了 弄了个帽子 我都说实话 非常不自信 大家告诉腾哥 这个造型好不好看 是的 我觉得不管明年 我看腾哥深耕在哪个领域 相信这个龙年都会是 龙腾虎月的好景象 是的 那腾哥也是一个笑口常开的人 那在这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咱们笑口常开的秘诀是什么呀 秘诀我觉得很简单 既然大家来到了澳门 澳门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把自己这个胃给添饱了 胃口给调好了 完了之后呢 记得用这个云南白药的牙膏 好好刷刷牙 牙齿才能健康 健康了才能吃更多的好吃的 谢谢大家 是的 那今晚的星光大赏呢 是由我们云南白药 口腔健康独家冠名 那腾哥呢 也是我们云南白药 口腔健康的治愈代言人 感谢云南白药 口腔健康 让我们一起聚会 在我们这个星光大赏 笑口常开 再次的谢谢唐哥 谢谢 谢谢唐哥 谢谢唐哥 谢谢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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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演员 对于观众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为他真的陪伴了 我们很多闲暇的时光 说实话 他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 最熟悉的陌生人 可以这么说了 而且这群演员当中呢 有一部分啊 是我们一看 就觉得特别眼熟 特别安心的熟面孔 而另外一部分呢 是充满潜力的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 已经成为了国剧力量当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有着积极向上的心 同时也不断地追求突破 和不断地裂变生长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颁发的是 各剧特色的精品电视剧的荣誉 那其实说到电视剧呢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感受 是可能每到一个季节 或者每到一个人的人生阶段 都会有一部电视剧 和一群人陪伴着它 成长着它 我觉得这就是 星光照耀的那份感受和感觉 那接下来呢 马上开启我们 腾讯视频 星光大嫂 第一个片唱 来吧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 华策影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赵一芳女士 约问集团CEO兼腾讯平台 与内容事业群副总裁侯晓南先生 有请二位 大家好 我是华策集团赵一芳 大家好 我是华策集团赵一芳 乐文集团侯晓南 很期待电视剧的第一个奖 请大家关注 好 请赵总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好 获得2023年腾讯视频 新光大赏年度电视剧新面孔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3腾讯视频新光大赏 年度电视剧新面孔 王弘毅 愿与君共与同舟 进退与共 夏梦 这跟什么事 姐姐 东哥对我来说太老了 曹斐然 六排山上高峰 今日长鹰在手 何时步驻苍龙 我之所以扛着所有压力把孩子生起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 以后谁再给我请孩子 我真的拼命 余阳 扫带回来 实际上来我上来 夏梦 曹斐然 史册 余阳 来到舞台领取荣誉 他们分别是长相思里送新上人酒和骰子 攀直痴情的赤水风龙 是西出玉门里不好惹的大小姐冰柳 是梦中的那片海中经历一段26年坎坷徽音的贺鸿林 是故乡别来无恙里将世间狗血急于己身 却始终清醒自洽的狗丹丹 是樊城之下里黑化会发挥演技炸烈的小路直 他们是年度电视剧新面孔 王红义 夏梦 曹斐然 史册 余阳 再次恭喜几位舞台中间有请 我们也请几位获得荣誉的朋友 依次地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和感受好吗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赐予我的这份荣誉 我也非常开心大家能喜爱长相思 喜爱赤水风龙 相信在长相思第二季 还有金庸武侠世界铁血担心中 大家能看到我新的一面 大家和我一起期待更多的腾讯大片 谢谢 好 谢谢 首先很荣幸凭借梦中的那片海获得这个荣誉 我也很荣幸能够去诠释贺洪林这个角色 那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我的老板小裴姐 感谢傅宁导演 还有我们剧组的每一位老师 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创造更多更好的角色 对了 我还有一部剧 现在在腾讯视频正在热播 神隐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孔雀公主华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夏孟 谢谢西出玉门 谢谢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给我的这一份荣誉 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 希望可以一起前行 我也会继续努力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史册 感谢腾讯视频 给我的鼓励 感谢故乡别来无恙 感谢剧组的台前幕后 感谢我的公司米味 然后那个新面孔 我努力多干活成为旧面孔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史册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于瑶 然后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份荣誉 然后首先感谢樊城之下 感谢我们的王章导演 感谢全剧组的老师们 然后感谢我的公司嘉行 和我一起前行 帮助我变得更好 然后我是真挚的 一始终如一 谢谢 好 谢谢 也再次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也期待着各位 可以有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我们的通讯视频可以看到 是的 再次谢谢各位 青年演员们 请稍作休息 谢谢各位 可以回席继续观礼 刚刚是年轻演员的奖项 接下来我们马上请嘉宾 为我们继续揭晓荣誉 有请 好 下面揭晓的是 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 来 请赵总来还奖 其实作为电视剧 我觉得这两个奖 都非常非常重要 刚才我们看到了线面孔 接下来我很荣幸地 给大家宣读潜力演员 请看大屏幕 2023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 李云瑞 父王母后 独木男之 生死战场那会儿 你又在哪儿 王子齐 你和儿子是我最重要的 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王玉文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 你就真的不知道呢 张若南 分手只是你单方面提的 我不同意就没有分手 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 为什么你要不说分手 李佳琪 唯恐不堪 不敢忘念 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云瑞 王子齐 王玉文 张若南 李佳琪 上台领取荣誉 她是神隐里的傲娇 天狐红义 神隐藏住了她的爱意 却藏不住李云瑞的实力 他们表面演的戏叫 你给我的喜欢 心里想的是 怎么又是你给我的喜欢 王子齐和王玉文 观众已经在等四大了 作为照亮你中聪明勇敢 性格直爽的记者徐来 张若南骑摩托追上的 是命中注定 还有兰归喜事里 因为不会哭 所以总没有奶吃的 二女儿春佩兰 剧中佳人 没有为她做点什么 但我们只得为 演员里佳琪喝彩 舞台中间有请 好 再次的欢迎大家 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 分享一下 此时此刻的心情 来 我们先开始 来 佳琪先来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佳琪 然后《兰归喜事》 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 第一部长剧 今天这个奖 我觉得也是画上了 一个完美的探号 然后呢 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做 然后希望能够产出 更多好作品 然后有更好的ROI 谢谢腾讯视频 谢谢 谢谢佳琪 大家好 我是王子齐 感谢腾讯视频 给我这个荣誉 演戏是我热爱的事情 感谢平台对我热爱的事情的肯定 我会带着这份荣誉 继续往下努力 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宇文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给我这个荣誉 潜力这两个字 对我来说还是挺安心的 等明年的话 我一定要激发出 我的更多的潜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也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对我的认可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云锐 非常高兴能够得到这个荣誉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继续努力 努力把潜力转换成实力 也谢谢大家 谢谢腾讯视频 和所有帮助过我 支持过我的人 谢谢 好 谢谢瑞瑞 潜力也是共力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若南 感谢腾讯视频 颁发这个荣誉 以后我也会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再次谢谢 潜力电视剧演员们 请大家稍坐休息 再次掌声 恭喜各位 接下来我们继续 请我们的嘉宾 为我们揭晓荣誉 有请 接下来领一个更重要的奖 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 请我们侯总 是啊 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面孔 还有很多潜力演员 接下来我来揭晓 获得2023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的事 请看大屏幕 我一直认为 柔弱是种武器 可这种武器 对人有用 对畜生是没用的 人好 兄弟 这个骰子你不要 你也别乱人了 保护环境来讲 恭喜 让我们有请 孟子义 仁堂来到舞台 领取荣誉 她是花琉璃艺门里 正义可爱的县主 也是西出玉门里的反派boss 孟子义正反都能演 都演得好 她是兰归喜事里 善良正直的路不平 剧中的她 身为武林盟主之子 却不会武功 但现实中的任豪 从舞台一路进军到荧幕前 用演技向观众 展示了她的真功夫 他们就是年度突破 电视剧演员 孟子义 任豪 恭喜两位舞台中间有请 然后感谢腾讯运营 腾讯市场 腾讯商业化 还有其他支持部门 然后还要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你们辛苦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我希望明年呢 可以争取 多积累一些影视作品 然后把自己锁在横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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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任豪 然后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得到这个 腾讯视频新光大赏 给予我这份演员的荣誉 其实很荣幸能成为 腾讯视频IP内容的毕业生之一 从创造于2019 学员任豪 到RICE成员任豪 再到如今的演员任豪 是腾讯视频一直给予我培养 让我能从大家中看到 很开心 然后今天拿到这个奖 希望今后能带来 更多更好的作品 能够让大家看到 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任豪和子毅 再次的谢谢二位 谢谢 可以继续来观影了 那任豪和子毅呢 也是我们腾讯视频的好朋友 可以在很多的综艺啊 包括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声音 也期待着可以在未来 他们继续闪着他们的星光 是的 今晚呢在我们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的舞台上 不但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荣誉之外 我们还准备了非常多令人惊喜的舞台 接下来的这一个组合 马上要上场的这个组合 是让你意想不到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东北摇滚天团 配上舞台全能 ACE将会诞生怎样的火花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掌声有请 来吧 在很多人眼中 我是一个享受岁月静好的爱人 但人是多面的 电影躲啦 藏不住啦 牙龈不适 状态不佳 云南白药牙膏 帮助减轻牙龈问题 呵护口腔健康 云南白药牙膏 守护我的双面生活 香花牛奶与缤纷水果 一起询味 多巴胺世界 优质生牛乳 纯正美味 真实水果 清甜果香 在水果王国快乐集结 嚼得到的真实果粒 口口满足 果粒家族缤纷去享 葡萄新口味 以上是 你真果粒 果真是你 金总 年纪轻轻就发脸告急 无妨 我这儿有意良方 养原青控油防脱 植物力量滋养头皮 一洗一遇 双效防脱 养发就要这样子 控油防脱就用养原青 上养原青官方旗舰店 但我们被革灭了 接下来 这儿有道具 我来了 我的球棒 5次花仙就是奖杯 你好赖啊你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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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齐啊 哎呀 到了 还动什么 一起圆弄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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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每天忙碌只备一顿饭 是否幻想力只有联络超短 是否爱人以爱成了一个伴 是否半夜是一样样的直层抗烟 日子一天一天不会总是阳光灿烂 岁月一年你收获的病醋还酸 幸福像在天上默默唧唧不下凡 花花绿绿的危险时刻就在你身边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 为何人为人去流泪 为何人与人作对 为何人与人相随 哎呀我说冤 Ramsay 冤枉啦 啊 啊 啊 生存啦 啊 ł 明月啦 啊 啊 心存啦 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啊啊 7 Let's go 讓我說 不可以就是人讓我受罪 不可以就是人讓我流淚 明明都是命名的安排 卻還不可動可能還不可後退 不可以就是人命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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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把你截止到一步註定 這次我被你截止的作命 這次我已經不夠破壞 這次我被你截止的 這次我被你截止的 我被你截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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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再一次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二位帶來 非常不一樣的舞台 真是 我覺得一定是命運的力量 讓風格如此不同的二位 能夠匯聚在我們的舞台上 真的是太精彩了 這都是命運呢 可不呢 都是命運的安排 邊看直播邊送道具 讓心意直達 在我們的騰訊視頻的直播間 也看到了大家解鎖的爆燈特效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對我們節目的喜歡 讓今晚更加地意義深輝了 是的 控油防脫就用養元青 感謝戰略合作夥伴養元青的大力支持 那今晚的星光呢 屬於所有的朋友們 那燈牌呢 為他閃耀 那線上來觀看我們 直播的朋友們 也不要忘了 跟我們發彈幕互動起來 那其中呢 還有通過許願池 來實現燈牌的彈幕會員 一起來線上點亮燈牌吧 是的 趕緊參與起來 接下來 我們就要有請榮譽揭曉嘉賓 漫長的季節導演 欣爽先生 漫長的季節製片人 盧靖女士 為我們揭曉榮 有請二位 來有請二位 那在這裡呢 再次跟大家分享 鎖定直播呢 22點開始 點擊直播間 右側的紅包圖案 星光大賞 紅包與放送好禮 超級影視 VIP年卡等好禮 等著你 紅包將持續15分鐘 大家不要錯過 來有請二位 大家好 我是漫長的季節的製片人 盧靖 大家好 我是漫長的季節的導演 欣爽 下面我們為大家揭曉的是 年度電視劇角色 請看大屏幕 請看大屏幕 騰訊視頻 星光大賞 年度電視劇角色 任素希 你別過錢 我過不起 我都是一個三十多歲 我尤其是有消息的 我都是關心的 媽媽 李澤峰 婚姻不過是一張紙 我心裡裝的都是你 我們倆這麼多年了 你懷疑我 李更熙 我後悔了 她現在是我了 恭喜 讓我們掌聲有請 任素希 李澤峰 李更熙 來到舞台領取榮譽 她是故鄉別來無恙裡 天府四大金剛之一的張沛 她用演技給劇中角色上保險 讓觀眾看了之後 有種秋褲扎進襪子裡的踏實感 她是好事成雙裡讓人陷愛厚恨的衛名 她用演技無上限展示出角色無下限 她是漫長季節裡的沈默 觀眾們都心疼她 就算你據錯說 凶手就是沈默 別人也會說 什麼 那不可能 他們是年度電視劇角色 任素希 李澤峰 李更熙 總記三位舞台中間有請 我們也請三位一次的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好嗎 來吧 來吧 別客氣了 哎呀聲太大了 這個 謝謝騰訊視頻 感謝觀眾 很謝謝大家能夠喜歡張沛討論張沛 在這裡我要感謝一下 你的觀眾 麥特文化 感谢一下我们了不起的 制片人岳阳女士 我很爱张沛 我希望也能成为一个 跟张沛一样幸福的人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 幸福长久 谢谢 谢谢这份祝福 谢谢苏西 来 非常感谢腾讯平台 颁给我的这个荣誉 非常感谢 喜欢漫长的季节的 所有观众朋友们 然后非常感谢 清爽导演 静姐 还有娜姐 以及漫长的季节 所有的演员 还有工作人员 没有你们就不会有 漫长的季节 这么优秀的作品 也不会有沈默 我非常幸运 能遇到这个角色 然后希望我们所有人 都可以回望过去 立足当下 展望未来 就像那句台词 往前看 别挥头 谢谢大家 也谢谢 庚西带来 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个表现和表演 来 首先感谢小黑姐 把这么一个特别的角色 交给了我 然后谢谢 唐花涛导演和王维导演 把这个角色拍得 这么的精彩 然后呢 感谢好事成双 所有的工作的小伙伴们 谢谢腾讯视频 之前不管是三十而已 还是好事成双 这两个角色让大家很生气 然后呢 我接下来好好努力 拍一个让你们开心的角色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也再次谢谢三位 来 可以继续观影了 那接下来 欣赏导演和我们卢静女士 可以继续来为我们 来揭晓荣誉 下面我们要揭晓的是 年度电视剧组合 请看 请看大屏幕 让我们掌声有请 潘岳明 张雨琪 江超 来到舞台邻居荣誉 网友们希望 他们是永不灭灯的铁三角 龙岭迷枯是他们 云南重古是他们 昆仑神宫是他们 南海归须还是他们 这不是一般的铁三角 这是历经三年风吹雨打的 老铁三角 而且这三角 一看就是两个锐角 和一个钝角 他们是书迷心中最完美的 胡八一 舍利样和王胖子 他们是年度电视剧组合 潘岳明 张雨琪 江超 欢迎三位 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下 星闯先生和卢静女士 为我们揭晓荣誉 我们请两位 稍作休息 继续管理好吗 谢谢两位 好 我们请三位 获得荣誉的嘉宾 帮我们分享一下 此刻的心情好吗 你帮我们铁三角可以分享一下了 谢谢腾讯视频给我们这个荣誉 希望我们继续能够做大家喜欢的组合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腾讯视频的鬼吹灯 谢谢月明哥 谢谢大家最近对南海归虚的一些好评 其实拍完第一部《龙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到吃土的感受 然后呢第二次云南虫谷的时候 然后吃了很多的虫子 然后体验到蛋白质的好处 然后第三次拍 第三次是什么呢 叫昆仑神功是吧 然后我也感受到了那个雪山带给我们的缺氧的感受 然后南海归虚拍完之后 我就彻底不泡走了 因为天天泡在了水里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鬼吹灯》的系列呢 给我了就是人生带给我很多的经验 然后也非常非常 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许丽阳的认可 我希望接下去这个人物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然后感谢腾讯视频感谢今天晚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谢谢雨琪 谢谢雨琪 这也是一个圆梦之旅啊 可以带到我们去到很多地方 超哥 谢谢腾讯视频也谢谢大家喜欢我这个胖子 铁三角永远都在 谢谢 铁三角永远都在啊 超哥你前面也有 超哥 我这卖香 是这样啊 那个在这里呢 我们亲爱的网友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这不是我要问的 这是网友朋友们想问的 这确定是网友问的吗 这上面写的 因为我们铁三角确实在我们腾讯视频 有非常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作品 是 那么如果就是有没有想过要是去掉一个三角 就去掉一个角 就是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挑事也不能在今天这场子吧 完全就是夯实的一个三角 那也期待着大家呢可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三角呈现出不同的感受来 瞧瞧你这个 海灯 是吧自己问完自己还得圆 不是 累死我了 我建议你可以进来乘一四角 哎呦 要不再多一角五角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再次谢谢谢谢三位谢谢 谢谢 谢谢稍坐休息请继续管理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荣誉七小嘉宾 让我们掌声有请药客文化创始人 CEO 吕超先生 心力传媒首席执行官曹华毅先生 为我们揭晓荣誉 掌声有请二位上台 我们来我是药客文化的吕超 心力传媒的曹华毅 我们颁发二零二三年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获得二零二三年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口碑电视剧演员的事 请看大一幕 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 这临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 郭涛 当年在伐术啊 伐出了劳模 伐出了光了 现在倒好 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 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 刘玲 郭涛上台领取荣誉 她是父辈荣耀里的妈妈纳存花 又是兰归喜事里的妈妈杜如玉 还是漫长的季节里的妈妈李巧云 在这个妈妈的多重宇宙里 她用演技让观众心悦成俗 她是父辈的荣耀里的爸爸顾长山 在这个父亲的角色倒影中 透过细节的表情和动作变化 将复杂的人物内心展示给观众 阐释了普通人在这个时代的奋斗与坚守 他们是年度口碑电视剧演员 刘玲 郭涛 恭喜两位老师舞台中间有请 我们也请两位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好吗 刘玲老师 好 郭涛老师 我先来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玲 好 感谢腾讯视频给予我这个奖项吧 然后那个好的作品一定是会历久弥新的 我希望我明年还能够再出好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喜欢父辈的荣耀 这个父爱如山的大爹 古长山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 3 2 1 祝你生日快 生日歌太长了 我们在这里就涛哥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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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哥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生日愿望 感谢腾讯视频 在我18岁 不是 可以 可以 18岁 算了 就是28吧 28岁生日的时候给我这么好的一个礼物 我作为一个新人嘛 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努力的 真的希望平台多给我机会 超总 超总一定多给我机会啊 新岛 我挺好的 我还是挺有潜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耶 好可爱 再次恭喜两位老师 不满两位老师说 我看到你们领奖我无比的激动 因为坦白地说父母爱情 是我全家不知道循环了多少年 多少次的电视剧的作品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首播的时间 是2014年的2月份 那部剧当中呢 刘凌老师是帮着自己的兄长 郭涛老师带孩子 从那时候开始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9年之后 父辈的荣耀播出了 刘凌老师和郭涛老师演了夫妻 刘凌老师继续帮郭涛老师带孩子呀 我就想冒昧地问一句 如果第三次搭动的话 刘凌老师您还愿意帮郭涛老师带孩子吗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您还愿意吗 我愿意 我觉得 我觉得母亲是伟大的 我愿意去塑造我们最伟大的母亲 真好 谢谢 郭涛老师 您要不回应一下 很有幸跟刘凌老师 我们又一次合作 不管是拍戏和我们生活当中 就像亲人一样 我也希望能够 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也希望跟我们的同行们 能够创作出来更多更好 更经典的作品 奉献给大家 谢谢 是的 就像孕育出新生的儿一样 是一个非常好的孕育 希望两位老师孕育出新的作品 也是很美好的回忆 好 再次的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稍坐休息 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继续揭 接下来 我们颁发 请 获得二零二三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品质 电视剧演员的事 请看大屏幕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品质 是电视剧演员 妮妮 还没谈好啊 还没谈好啊 能好好的 好 白羽 让我们掌声 实力演出 实力演员出 隐忍又可靠的沙漠 獠牙昌东 他们深入西北沙漠腹地 实地取景拍摄 用演技权 用演技诠释剧中 生死相依的西东夫妇 恭喜年度品质电视剧演员 妮妮 白羽 好 二位可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我爱你 我很爱你 首先要谢谢腾讯视频能够给我这个荣誉 非常幸运能够遇到叶流希这个角色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 我自己并不具备 但是我非常向往的 特别美好的品质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韦宇老师 写出一个这么美好的故事 也要感谢我们西出的导演 苏照斌导演 还有林子平导演 还有所有我们西出的小伙伴们 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具象化 也感谢所有喜欢西出玉门 喜欢叶流希 喜欢昌东 喜欢我们所有的人的 小伙伴们 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你们自己 宇宙当中那个有爱的 被爱的 勇敢的 坚韧的 那个自我 谢谢 谢谢 谢谢妮妮的分享 谢谢 接下来白鱼 妮妮老师 想说的很多话 都是我想说的 然后感谢腾讯视频 然后感谢导演 感谢我们戏里的五人小分队 还有所有演员 然后谢谢 再次恭喜两位 是的 非常的甜蜜 那说到甜蜜呢 我们也要感谢 果真是你的真果力联和赞助 超清甜的葡萄新口味 已经上市了 那大家赶快去get同款吧 好 再次的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两位 稍后休息 直播送道具 让心意直达 便看新冠档上直播便送出道具 进行发电 还可解锁定制的爆灯特效 说到甜蜜了 是吧刚刚 是的 咱们腾讯视频就是有这种神奇的魔力 就是要把甜度拉满 所以马上要进行的就是一个甜度拉满的跨舞台的合作 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紫棋 王玉文 李佳琪 忍豪 吴轩怡 周柯宇 boyhood 带来 额的一百种恋爱方式 掌声有请 王紫棋 春天的来临 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 在百幻即放的季节里 星星同宿的又不是一 你在天南西 高压两件好美丽 好美丽 初夏的Lighting 演绎出了脚柄的清晰 在熟悉春池的季节里 你静音体操地带着凉意 你自贴难兮 情绪陪伴好活力 好活力 兴起柔柔的想念 在叹脸的季节 还记得哄哀在与你相遇 甜甜蜜蜜的暧昧 在热恋的季节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以为是苦是甜 心更情愿 无悔无怨 但风景看一遍 心 在离别前 荡气 酒前 泪 只能转身后说抱歉 逐渐走到了再见 回到原点 输光重现 爱凝结了时间 再爱的会归线 有期待会相见 天会尽情会暖 阳光在手指尖 童话剧情上演 在某天再次遇见 我们的脸一如从前来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狗子逐渐入侵了我眼眸 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 才能让你内心点头 是我猜不透你的微觉 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 别把离开过在嘴边 让你慢慢靠近我 是我没法握你心跳的节奏 放那一对镜条的借口 被成为我心碎的理由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 一点眼神动得那么临线 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 Made way just so dark Everyone about you so wrong 把音乐再次走向 无息都在红妆 把心帮你手掌 而现在你目光 小手折不掉 摇晃无悔开场 小手折不掉 就在 Tonight 想陪你一起看星空 怕此刻你太快 是否我心动 月上空 从温柔吹过你面孔 沉醉于你笑容 这月色多美丽 让爱已不再生命 你再代替我上次说的心理 我早已让心被你 这一次个甜蜜 装入微色里 Like you 月色将我看透 微风也温柔 你住进我眼眸 将我的心抛走 Feeling in the moonlight 自我不再等待 Love in the moonlight 月亮 飞着心海 还永远的宠爱 给你我表现放逮 不可思议再爱 让月亮说出来 别着急我心底 听我说的来 别着急我心底 让爱绝对将你拥有我的怀励 让爱绝对将你拥有我的怀励 谢谢 谢谢刚刚大家的表演 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片段都觉得好甜啊 磕到了 那在现实生活中呢 大家如果磕糖的话 就要注意口腔健康了 那不过呢 今天我们有云南白药牙膏 它有云南白药活性成分 可以呵护牙瘾 健康口腔自带醒光 是的 2023年腾讯视频给我们提供了 很多精彩的剧集 除此之外 也提供了一方方的舞台 在这儿有非常多 生动的美好的故事的上演 你看我们可以从吕宗当中 听到好甜的音乐 可以从音宗当中 磕到好甜的糖 又可以从恋宗当中 感受到旅行的美好 而且我觉得更神奇的是 在这儿 桃花屋不是虚拟的 舞台并不是为了 只能够演唱会的歌手准备的 是属于大家的 所以在这儿 我们也要祝福所有的各位 好好地感受生活 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 心动的信号 也谢谢大家 多多关注和支持 心动的信号 谢谢大家 要支持啊 是的 其实好甜的音乐呢 常被当作是人生的BGM 拥有太多的旋律 会可以映刻在我们的脑子里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我们今晚 腾讯视频 星光大响的第二个篇章 让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 米味传媒CEO 马东先生为我们揭晓荣誉 掌声有请 欢迎马东老师 欢迎 大家好 获得 2023 腾讯视频 星光大响 年度 节目之星的事 敬开大屏幕 充电家族代表 沈腾 范诚诚 我的老父亲 就这么一把尸 一把尿尿就拉成大 哥有没有什么 下一次想实践的干的事 吃点好吃羊串 串呗 我提两次了 你都不应声什么意思 串不要 恭喜让我们有请充电家族代表 沈腾 范诚诚 上台领取荣誉 有请二位 他们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体验了前所未有的乡野奇妙生活 也成为无数人疲惫生活的精神充电桩 他们原本想冬天继续游历 还好 低级结束了 不然他们来不到现场 作为史上含腾量最高的综艺 我们期待第二季的再次出发 有请沈腾 范诚诚 恭喜两位 有请舞台中间 干了一杯 我们也听听两位分享一下 此刻的心情和感受 来 腾跟诚诚来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 心情非常激动 感谢 感谢 腾讯视频 感谢 腾讯视频 感谢观众 感谢 现在就出发 感谢 现在就出发 感谢 范晨晨晨 为这个节目提供了无数个精彩的瞬间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腾哥 谢谢晨晨 带来的欢声笑语 那在这里呢 大家也希望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腾讯综艺的视频号 微博快手小红书等矩阵的关号 更多精彩内容不断地来发布 是的 接下来我们请马东老师继续地帮我们揭晓荣誉 好 来了 获得2023腾讯 视频星光大赏年度 节目闪耀之星的事 请看大屏幕 恭喜让我们早上有请宋倩上台领取荣誉 她时刻闪耀在荧幕前 无论是舞台上发光发热的全能唱跳歌手 还是深入塑造角色的演员 还是在桃花屋里认真救火的宋倩她救 都是她魅力散发的标签 一路走来 宋倩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恭喜天生执着 永远认真 注定闪耀的宋倩 宋倩的舞台中间有请 我们首先要感谢下马东老师为我们揭晓的荣誉 好 再次谢谢马东老师 谢谢 请马东老师 稍坐休息 我们也听一听宋倩此刻的感受和心情好吗 首先要感谢腾讯视频给我这一份荣誉 今年特别高兴 有幸参加了桃花屋的录制 让我获得了一帮特别好的朋友 我也会不忘初心 珍惜每一次机会 然后也感谢一直帮助我 信任我的人们 希望腾讯视频也是一直闪耀 然后我也会努力闪耀的 谢谢 谢谢谢谢倩倩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 那稍后呢 倩倩也会带来精彩的表演 非常有艺术感的舞台 大家期待一下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 NBA中国首席运营官钱军先生 腾讯在线视频副总裁 韩智杰先生 为我们揭晓荣誉 掌声有请二位上台 有请二位 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Jeff 大家好 我是NBA前军 获得 2023 星光大赏 年度新锐之星的事 请看大屏幕 看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节目新锐之星 孟子毅 还是有大家长 别客气 直接叫爸 好的 还有爸 看起来像十九岁 兄弟 说明你 要升咖了 王鹤地 你很容易翻车 一定是小伙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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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头号都看得很愉快 2022第二季 我就落来耍帅 2023又回来 就是绝对不会抵赖 2024年一定要继续保持热爱 恭喜 让我们掌声有请 孟子义 王鹤地 上台领取荣誉 他心直口快 脑子永远在追赶嘴巴 上了三季节目 依然是新锐之星 他是顿感美女 能自嘲 不聚嘲 他是会一直新锐下去的 天选综艺人 孟子义 他是冒雨奔入大海的 四翼少女 是永不知疲倦的灌篮高手 是赤诚待人 永远热血的神灯守护者 等灯等灯的三傻之手 王鹤地 孟子义 恭喜二位舞台中间有请 恭喜 好 接下来 弟弟和子义 可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我先来 你先来 好 首先呢 再次感谢腾讯视频综艺 然后感谢五十公里 桃花屋的制作人 池原先生 感谢你在2020年的冬天找到了我 从那以后呢 每一年的夏天 我都会和一群可爱的人一起度过 然后 桃花屋第四季的邀约 我已经收到了 我们一起吧 谢谢 感谢 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五十公里 桃花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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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的恭喜二位 我们都知道两位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获得这个奖项 不如我们现场玩一个好玩的快问快打小游戏怎么样 好啊 这样啊 我们321每一题之后 大家就觉得这个答案是谁 就指那个人 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对方 是我们俩一起玩吗 你们俩一起 OK 就只有你俩做好准备了 三道题啊 第一道题 丹丹姐最喜欢谁 321请选择 是统一的 很好 弟弟是有默契的 第二题 请问你们俩 谁更幼稚呢 更什么 谁更幼稚呢 谁更幼稚一些 321请选择 谁更幼稚 好的 高票通过 刚才弟弟下意识地摸鼻子 就感觉是在指自己了 是的 第三道题 厉害了 请问你们两位当中 谁的唱功好 321请选择 有分歧 有分歧 我觉得吧 解决分歧 最好的办法 是什么呀 就是现场 唱几句 不是 这个今天有这么多的 厉害的 专业的歌手们在 没必要让我们俩先丑吧 对 对 而且确实你们刚刚说完之后 屏幕啊 刚刚给到了周深 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凤姐呢 我承认他唱的比我好 你唱吧 就让这大鱼拳都落下 这个时候应该找一找龙哥在哪 可以了 唱好听 好 好 我们在这也算开个场了 好不好 开个场 再一次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再次谢谢二位 和第一稍坐休息 我们也请 嘉宾为我们继续揭晓荣誉 有请 下一个重磅奖项 交给我的好伙伴 好兄弟 Chef 获得2023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节目组合的是 请看大屏幕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节目组合 650 汪苏龙 李雪芹 李佳琪 徐志胜 我们650 文娱机馆开业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时候 让咱们650 重振极鼓 整个再创回国 我也可以教会我们俩 永远不要相信男人 A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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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恭喜 让我们有请 桃花屋650成员 汪苏龙 李雪芹 李佳琪 徐志胜 领取荣誉 他们是 50公里桃花屋 毅力不倒的老牌团伙 是桃花屋上空最会画笔的声音 从第一季到第三季 从Radio到TV 他们不断升级 已经更新到650 3.0版 欢声笑语之下 是他们渴望制造快乐的真心 汪苏龙 李雪芹 李佳琪 徐志胜 他们是四角 但比三角更稳定 相亲相爱650 做大做强650 恭喜四位 我们先要谢谢一下 前军先生和韩志杰先生 谢谢请两位稍作休息 继续观礼 谢谢两位 谢谢二位 来 接下来这个舞台 属于咱们650了 想谁说就谁说 好 来 你什么玩意儿 你往前站了 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听听650的成员们 每个人真实的心中的想法 李雪芹 感谢汪苔对我们的领导 这一生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领导 没有汪苔就没有我的今天 谢谢 徐志胜说点别的 雪芹说得对呀 小辣 继续在汪苔的带领下 650做大做强 非常谢谢腾讯视频 星光大厂给我们这个肯定 然后650其实在三年之前 650是三个没有关联的数字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们 说我们为什么叫650 其实是在桃花屋的第一季 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辆车 那个车的尾号是650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三个人就在同一辆车里面 现在我们四个人组成了新的650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继续的同行 同贫同喜 谢谢给我们的肯定 也谢谢这么可爱的雪芹 小辣至盛 排名不分先后 最后我们要说650 好 谢谢 谢谢 确实每年的这个时间段 都是我们桃花屋跟大家分享的时刻 再次的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一个 非常特别的舞台 因为它将是今天晚上表演嘉宾最多的一个舞台 他们呢 都是和腾讯视频非常有缘分的小伙伴 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 谢谢 再次谢谢大家带来非常非常用心的演绎 也看得出我们腾讯视频 人定兴旺 那在这里呢 所有线上的朋友想跟我们互动 也赶快互动起来吧 那线上观看的大家呢 点击聊天框的耿弹幕 一键发送星光大赏 定制的耿弹幕 还有快捷弹幕 一起来祝福腾讯视频 十二周年快乐吧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音乐领域的各大奖项 让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 著名音乐人宋柯先生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CEO梁祝先生 为我们揭晓荣誉掌声有请 获得二零二三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潜力歌手的事 请看大屏幕 获得二零二三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潜力歌手李佩玲 爱你不出的晚上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时不绝望 不肯哭一场 张玉子 吴瑶涛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佩玲 张玉子 吴瑶涛 上台领取荣誉 舞台是歌者的信仰 潜力是实力的序章 李佩玲 从出师不力到逆袭摘棺 是一位让观众没猜中开头 但是猜中结局的冒险者 张玉子 从十九岁的野心满满 到十九岁零十一个月的 不知道野心还满不满 已经成为舞台全能ACE的 孤勇者 吴瑶涛 平平无奇地出场 却走出了超凡之路 成为此刻的最强平凡者 恭喜三位 请三位和我们分享下 此刻的心情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歌手吴瑶涛 2023年对我来说 是最特别的一年 前几个月我还在学校宿舍 考虑以后工作的事情怎么办 现在就站在这里 我就觉得特别不真实 然后特别感谢 腾讯视频 感谢舞台2023 感谢我的公司KME 感谢一路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 希望我们以后再见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舞台2023的冠军李佩玲 大家好 感谢腾讯视频 给我这份荣誉 希望接下来呢 可以让更多的人 记住我的名字 还有记住我的歌声 谢谢大家 我是歌手李佩玲 大家好 我是张玉子 首先非常感谢 腾讯视频 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感谢舞台2023的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歌手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在新的一年里一步一步努力 然后激发自己更多的潜力 谢谢 谢谢 也再次谢谢我们舞台2023的三位优秀的歌手 谢谢 谢谢三位 好 接下来有请二位继续来为我们分享荣誉 获得2023腾讯视频 新光大赏年度组合的事 请看大屏幕 腾讯视频 新光大赏年度组合 时代少年团 这场死心不开 让我们掌声有请 时代少年团 上台领取荣誉 大时代需要大梦想 楼外楼屹立七少年 他们步履坚定 将自己的梦想 种在一路狂奔的未来 火力全开 势不可挡 他们在唱跳 影视 综艺各个项目的强势表现 证明了自己的卓越实力 青州已过万纯山 转眼以上三重人 只要不停下上楼的步伐 未来终将顶峰相见 他们就是年度组合 时代少年团 再次掌声恭喜 时代少年团 好 接下来 时代少年团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此刻的心情 好 大家好 我们是 时代少年团 我们很荣幸能够获得 腾讯视频新冠大赏 年度组合的这个荣誉 然后要感谢 腾讯视频 感谢我们的公司 时代风俊 然后感谢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 一起来陪伴着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年度组合的这个荣誉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然后未来时代少年团呢 会继续以团队优先 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舞台和作品 也希望新的一年能够 我们多开演唱会 多多跟大家见面 然后最后再次感谢 所有喜欢我们的大家 未来还有很多梦 需要去实现 那么就让我们继续 一起圆梦吧 再一次恭喜时代少年团 稍留步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时代少年团 刚刚结束了自己四周年的演唱会 对吧 现场是不是来了非常多 支持喜爱时代少年团的朋友们呀 是的 那么我大胆地猜测一下 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 是的 那么我大胆地邀请一下 我们时代少年团的各位 能不能给我们唱几句 跟我们这个主题 星光相关的歌呢 我们可以一次或者谁想到了 谁就来 OK 我想到 好 来就好 六 七 爱就像星星发过 一闪一闪把我照亮 你是一个key吗 把我照亮 好 谢谢也感受到这份星光 可以不断地跟粉丝之间 照射和互相之间给予很多的力量和能量 是的 我们要再次恭喜时代少年团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时代少年团代言了天美的正版 何家欢派对游戏 圆梦之星 并且拥有时代新舞台联名地图 欢迎大家下载体验哦 再次掌声恭喜 时代少年团 是的 好 谢谢 再次的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时代少年团 那所有现象的朋友们呢 如果想跟我们互动起来的话呢 想跟任何一个人表达任何的一句话 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你的表达 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 谢谢 谢谢时代少年团 谢谢 稍坐休息 好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 继续为我们的揭晓荣誉 获得2023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唱作人的事 请看大屏幕 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唱作人毛不易 穿大人的西装 学世界的匆忙 要假装的擅长 一家的门 高座的长 相爱的真 一场春秋 声声绵绵 浮华是非 待花开只是在最一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毛不易 上台领取荣誉 六年前 他一杯敬朝阳 一杯敬月光 用这样浪漫的歌词告诉我们 搞创作 高低还是得整两杯 六年后 他已进化成 众多热播剧里的爱情杀手 毛毛开口 眷里颤抖 毛是情歌 剧中虐心 剧外暖心 剧好听 他就是年度唱作人 毛不易 恭喜毛不易 我们要感谢一下 宋柯先生和梁柱先生 为我们揭晓荣誉 请稍作休息继续管理 我们也听一听 毛不易此刻的心情和感受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然后也感谢一直以来 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 歌迷朋友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继续用优质的内容 用真诚的音乐 继续陪伴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也再次谢谢毛毛 今天毛毛穿的也是星光闪闪的 谢谢毛毛 谢谢 谢谢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 哇唧唧哇创始人 总裁龙丹妮女士 为我们揭晓荣誉 掌声有请 有请丹妮姐 大家好 我是哇唧唧哇龙丹妮 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品质歌手的事 请看大屏幕 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品质歌手张碧晨 恭喜让我们有请张碧晨上台领取荣誉 品质不是歌手的天赋 而是时光浮过声线留下的印记 是努力练习在声道里储存的底气 年轮里刻的故事 淬炼出超凡的唱伤 破龙而出的勇气 锻造出醇厚的嗓音 她是年度品质歌手张碧晨 她一直都寻着光的方向 恭喜张碧晨 可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和感受吗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帮给我品质歌手这个奖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希望在充实的2023过后 在新的一年龄 我可以继续做更多好的品质的音乐 分享我的快乐给大家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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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你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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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丹妮姐 继续为我们揭晓荣誉 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的是 请看大屏幕 信封 星光大赏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汪苏龙 我去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 我想念你躲在我围蕊里面 大雨的家 你的大家 就让这大雨选择落下 就让你看见我脸上的了挣扎 恭喜让我们有请 汪苏龙上台领取荣誉 他被网友称为 让大雨全部落下那男的 要么不下 下就是大雨 他是名副其实的大雨乐家 他是全能音乐人 金牌制作人 抱取创作机 他的歌名属于建好就收行 建到好听的歌就收藏 希望他也建好就收 继续创造更好的歌 他就是金曲长红的汪苏龙 恭喜汪苏龙 我们分享一下感受和心情 来吧 谢谢同学视频 星光大嫂 上一次站在澳门的这个舞台 我说过过去十年 我是各音乐平台的顶流 那么今天收到这个奖呢 我想说 谢谢给我这个肯定 我的音乐作品值得 我值得 谢谢 谢谢 说得真好 再次恭喜汪苏龙 谢谢 请稍作休息 谢谢汪苏龙 我们接下来 请丹妮姐继续为我们揭晓荣誉 获得2023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最具影响力歌手的事 请看大屏幕 我们接下来 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 周深上台领取荣誉 她是早已实力登顶的唱将周深 也是永远怀揣初心的歌者卡布 近白手经典OST 是影响力的最强印证 影视剧不出快点 都不够周深唱 这令人想起戏剧 等待歌多 我们负责等待 她负责歌多 她是舞动天籁 撼动人心的 璀璨冒险人 周深 恭喜先生 好 我们首先 好 我们先谢谢丹妮姐 谢谢 谢谢丹妮姐 今天跟周深 丹妮姐其实衣服也很大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你们好吗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能够给我这样的荣誉 然后怎么说呢 我经常收到的是我的生米他们说我会发光 但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人 因为我身后有很多帮助我的老师 词曲作者 制作人老师 包括像腾讯视频这么好的平台 去给我机会去唱歌 然后这一个个听过我歌的人和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都是我身后的光源 谢谢你们 谢谢少敏 我会继续唱歌的 我会加油的 谢谢周深 你值得 谢谢 再一次恭喜周深 谢谢 谢谢 稍走休息 谢谢 谢谢周深 周深刚刚的分享也像一段美妙的旋律 是的 好了 朋友们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位歌手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的 而且今天合作的舞台也非常的精彩 因为他们将互唱彼此的经典歌 做好准备 让我们马上有请上 张碧晨 毛不易 在很多人眼中 我是一个享受岁月静好的爱人 但人是多面的 电影躲啦 藏不住啦 牙龈不适 状态不佳 云南白要牙膏 帮助减轻牙龈问题 呵护口腔健康 云南白要牙膏 守护我的双面生活 消化牛奶与冰纷水果 一起寻味 夺巴胺世界 优质生牛乳 纯正美味 真实水果 清甜果香 在水果王国快乐集结 嚼得到的真实果粒 口口满足 果粒家族 兵分去享 葡萄新口味 以上是 真果粒 果真是你 金豆 新东 葡萄新口 葡萄新口 不愿若是与非 走若是与人为 心中的花枯萎 时光感去不悔 但愿喜去富豪 但去一生成灰 再与你一壶清酒 花一世沉醉 不愿若是与非 怎样是与愿违 心中的花枯萎 时光感去不悔 回忆辗转来回 痛不过这心扉 只愿余生无悔 随花枪远飞 一壶清酒 一生成灰 一年来回 不愿生无悔 一生春秋 生生遍遍遍 浮花是飞 带花开只是在醉一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一念来回 不一场迷回 一场春秋 生生绵绵 流流心飞 再挥手 千长情就余味 愿着生生的时光 不再枯萎 再挥手 还只是在醉一回 愿着生生的时光 不再枯萎 再挥手 千长心就余味 天空情就余生成灰 一念来回 不余生无悔 一场回忆 生生绵绵 流流心飞 再挥手 千长心就余味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在这里或在对岸 长路辗转 离合被患 人却又云散 放过退错 才知答案 活着的勇敢 没有神称 没有神称的光 还你我身而平凡 在心碎中人情遗憾 生命漫长夜短暂 跳动心脏长出疼弯 便危险而沾 跌入灰暗 坠入深渔 沾满泥土的脸 没有神的光 还握紧 手中的平凡 此心此生如恨 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再人群再甜点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夜泪水铺满双眼 虽无愿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 只要你的平凡 只要你的平凡 在心碎中人情遗憾 生命漫长夜短暂 跳动心脏 跳动心脏长出疼弯 你先而战 跌入灰暗 坠入深渔 沾满泥土的脸 没有神的光 还握紧 手中的平凡 他只要用它 付万态 你先薄水铺满双眼 虽无眼泪满面 不要生的光环 只要你的平凡 此心此生无憾 生命的火力点燃 谢谢 也谢谢二位带来如此真挚的作品 那接下来呢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感谢《果真是你的真果丽》联合赞助 葡萄的新口味已经上市了 好 你喜欢《果真小清甜》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的 我们接下来即将要颁发的荣誉 非常的特别 因为是我们今年的星光大赏特别设立的 这些呢叫做最受期待的作品 获得荣誉的聚集作品呢 都是在腾讯视频的预约榜上 获得了超高的热度 也就是观众发自内心的特别期待 特别喜爱的作品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荣誉揭晓嘉宾 腾讯公司副总裁 腾讯在线视频 首席执行官孙中怀先生 为我们揭晓掌声有请 容获 2023腾讯视频 新光大赏最受期待作品 一共有六部 第一部是《庆余年》第二季 让我们恭喜《庆余年》第二季 剧组代表演员张若云 心力传媒高级副总裁 心力电视总经理于婉琴 上台领取荣誉 我们《庆余年》第二季 强势回归以近900万的预约量 成为腾讯视频 代播剧的第一当之无愧 成为全民最期待的爆款剧集 让我们有请孙中环先生 为我们的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 我们要再次恭喜《庆余年》的第二季 熟悉的小范大人 熟悉的佩芳 熟悉的庆余年 我们想替所有关注这部剧的朋友们 问一问啊 小范大人 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 就是第二季 有没有什么特别 让我们能期待的地方 特别推荐的地方 给我们分享一下 第二季 首先已有的人物关系 会不停地推荐 然后也会揭露 范贤自己身上的一些历史 然后也会有一些 大家看到的新演员和新的角色 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和故事中 所以请大家期待吧 好 谢谢 也谢谢分享 那也让我们更加的期待说 第二剧在播出的时候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有熟悉的配方 也有新的味道 再次恭喜 请一年 稍坐休息 正在看直播的大家 别忘了点击屏幕右侧的 星光片单图案 汇集正在热播和备受期待的 待播IP们 喜欢就加追预约 开播不错过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曾仲淮先生继续为我们介绍 下一部获得2023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最受期待作品的是 宇凤行 让我们有请宇凤行剧组代表 演员林更新 心力传媒制片人 郑中立 上台领取荣誉 宇凤行作为赵令和林更新 时隔六年的二大制作 呈现了一段发生在 先灵界势均力敌的爱情 在腾讯视频上 斩获了超四百万的预约量 让我们有请孙中淮先生 为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 再一次的恭喜 好 谢谢 我们知道这一次 林更新您是和赵令营老师 第二次合作了吧 对 这次合作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或者好玩的事 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好玩的事太多了 因为我们这部戏 就是一部喜剧 是一个古装的喜剧 就喜欢看喜剧 喜欢看喜剧 那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特别想在此刻分享和大家的 这部戏我们吃东西很多 尤其是丽影 每天都在吃 吃各种道具 没有什么好玩的事 这个爆料 这挺好 这一看也是个下饭剧 看着去就是有一种 就是那个包包的感觉 很感谢吧 很感谢这个奖项 那希望宇凤行在明年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吧 好 谢谢 谢谢 也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少哥休息 明年继续期待与奉行 谢谢 谢谢 我们有请孙中怀先生 继续为我们揭晓 下一部获得 2023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最受期待的作品是 大凤打更人 我们有请大凤打更人 剧组代表演员王贺帝 田锡威 心理传媒副总裁 狂欢者文化传媒总经理 刘文阳上台领取荣誉 我们大凤打更人呢 改编自顶级IP 这是一部 锐意创新的古装 玄幻探案喜剧 在《杀星之日》呢 就斩获了全网多平台 100多个热搜 期待2024与大凤早日相会 有请孙中怀先生 颁发荣誉 好的 再一次恭喜大凤打更人的剧主 实时的数据是这样的 目前他们的预约量 据说超过了100万 然后两位跳的那个舞蹈 非常非常的显眼包 所以我也想问问 在剧中这个许子尔和林安 谁更显眼包一些呢 咱谁更显眼包 我觉得当然是你啦 行吧 当然不让 许四尔是显眼包 那我们也就期待一下 大凤打更人 好的 我想说一下 今天我们不止我们剧组 不止我们三位到了 因为我们今天还带着 我们剧组的小伙伴 一起来到腾讯的行光大厂 这是所有参与的人员的名单 对吗 对对对 这是所有主创 然后今天就我们三个人 代表了一下我们的大凤打更人 因为我们大凤打更人 最近也刚刚杀青 然后也很想念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大凤打更人 好 谢谢我们会更加的期待 谢谢 好 再次谢谢我们大凤打个人剧组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稍作休息 请继续观看